其实我们认识只有两三个月 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本身自我年龄也不小了 当时相互感觉还可以 然后我们就双头了这个结婚的事情 但是我们毕竟认识的时间当时不是特别长 所以这事情就拉着了 没有结婚 但是我已经怀孕了 而且我也年龄不小了 眼前这个不愿负责的男人名叫阿斌 两个人认识不到三个月 女友小倩就怀孕了 她以为肯定会顺理成章的结婚 没想到阿斌竟以认识的时间短为有 直接拒绝结婚 当时因为结婚的事情 两人一直吵架 再加上小倩刚怀孕 孕吐现象非常厉害 根本没有力气做饭 她就想着让阿斌给她做点清淡的粥贺 可是对方却只做自己喜欢吃的饭菜 这里面哪个都放了不少辣椒 她一个孕妇根本就吃不了 以为吃得不好睡得也不好 小倩就变得很焦躁 经常会和阿斌吵架 就是想让她多体谅体谅自己 毕竟自己怀的是她的孩子 可是她只觉得小倩矫情 还一脸不耐烦地说 又不是自己逼着她生的 在小倩怀孕期间阿斌对她是不闻不问 就好像孩子不是她的一样 每天下班回到家就坐到电脑前玩游戏 和里面的女生搞暧昧 还叫别人老婆 阿斌只是随意地解释到那是虚拟游戏而已 让小倩不要多想 你说是虚拟的 那你跟我闺蜜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因为我生孩子之前 婆婆还没过来嘛 我们两个一起 然后天天总是吵架 我有时候心情不好 就会找我的闺蜜 来陪我聊聊天 解解闷什么的 晚上有时候晚的 一个女孩子回家 肯定不安全 我有时候就叫她送她回去 最开始的时候 她说什么 打扰她是玩游戏什么的 她根本不情愿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她们两个在我面前有说有笑 而且还不用我主动说 要她送她回去 她们两个就是一起出去的话 一两个小时 不仅如此有次小倩翻看阿斌的手机 发现她们两个经常聊天 甚至每天都要通电话 一次至少半个小时以上 而阿斌每天跟她说话 根本不会超过十句 这让小倩十分缺乏安全感 可是阿斌说她们只是在商量 准备合伙搞生意的事情 搞生意她是我的闺蜜 为什么会不跟我说跟你说呢 你还晕着不 后来我跟我朋友 大吵一下绝交了 这个事情可以做事 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看在孩子的份上 小倩也就忍了过去 但阿斌却从来没有关心过她 甚至在她怀胎十个月的时候 还要陪着阿斌 跟她朋友去吃饭喝酒 她挺着大肚子 陪她到晚上十点钟 却是有点累的受不了了 就想早点回家休息 想让阿斌送她一下 阿斌的种种行为让小倩十分的心寒 但毕竟临近生产呢 她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孩子 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 所以她一忍再忍 可是从她怀孕开始直到生产 阿斌都没有陪她做过一次产检 就连一起散步都没有过 等小倩生完孩子后 便全身心的在家做一个家庭主妇 阿斌的妈妈也顺势和他们住到了一起 小倩只是想让孩子吃好一点 难道这也有错吗 后来有天晚上她有点发烧 当时孩子一直在哭呢 因为身体实在不舒服 也就没起来 再加上她想看看阿斌 会不会去哄一下孩子 当时她正在气头上 同时也为了让阿斌知道带孩子不容易 所以将孩子留给了她 现在她已经在娘家待了两个月了 可是阿斌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 其实我回到家 两个星期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给她了 问她孩子怎么样 然后我说你过来接我吧 要不然她怎么说的 她说你怎么走的怎么回 小倩的心里一直牵挂着孩子 她就给阿斌打电话 希望能接自己回去 没想到她竟然还对自己发脾气 这两个月内她也根本没有亲自带过儿子 而是全全交给了母亲 这让小倩气不打一出来 可是阿斌只是说当时自己只是在气头上 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随便的人 还没有准备好当一个父亲 她更不想面对这一个个问题 所以她选择了逃避 而现在她如果让她去小倩的话 她还没有考虑好 其实阿斌的内心根本没有想过孩子的问题 她只想着自己怎样才能玩得开心 如果孩子给了她 那么她会立刻交给母亲来带 因为她根本就不会带孩子 而小倩虽然有能力 可是她还是想尽力地挽回一下两人的感情 毕竟如果两人分开了 那么孩子就成了他们之间的牺牲品 比起分开 她更想给孩子一个家 然而从头到尾 两人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小倩也确实认真想过两人的关系 如果阿斌还是死性不改的话 她还是会选择带着孩子离开 可阿斌一心只顾着自己 她没有想过如何跟小倩继续过下去 也没有考虑过怎么结束两人的感情 其实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爱情可言 刚认识了两个月就将女儿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至少小倩还身为一个母亲的天性 知道心疼孩子对孩子好 而阿斌呢 竟然还对两岁大的孩子破口大骂 甚至还想用手打她 这是多么的可悲 阿斌的心思很明显 她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让她按时给抚养费可以 如果真的把孩子留给她 她只会直接将孩子丢给母亲 自己继续逍遥快活 而小倩做的最糊涂的一件事情就是 将孩子留在了阿斌间 这不是在磨炼阿斌 那是让孩子在受罪 小倩其实也抱有侥幸的心理 她以为有了孩子就能得到阿斌的爱 事实上不爱就是不爱 她根本不会因为孩子就去改变自己 现在她连娶小倩的想法都没有 又如果保证以后能对他们母女俩好呢 涂老师听着两人的经历十分的无奈 如果一个人要是不支持 我说什么也是没用的 我也不可能把你吊起来打 女方哭给谁看呢 这所有的一些都是你做出来的 男生一上场第一句话 就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下马尾 当你在哭诉着说 当我在怀孕的时候 你那么不照顾我 男生说了一句 那么多女人不都这样生的吗 你怎么就那么金贵呢 她内心深处就是在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不就生个孩子吗 我让你生了吗 我让你住到我们家来了吗 涂雷很明确地指出 当阿斌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她心里就已经看不起小倩了 而且直到现在她都没想着结婚 更别说她原本就是个不愿负责任的渣男了 可是涂雷想不明白 她什么都没有做 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践踏小倩的尊严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就活生生的两个人在你面前话 一个在哭 一个在跟你吵 就两个人都在你天天话 你居然引不起你一丝怜惜和一丝注意 尽管阿斌十分的无赖 可竟然还有三个女人赖在她身边不走 而阿斌还没有想要保护她们的冲动 甚至还躲在她们的后面 但凡她能有一点责任感 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看着无动于衷的阿斌 涂雷提议让小倩一定要带着孩子离开 逼着阿斌做出改变 如果她还不改变 等剩下的那个老的女人也走了 就她孤孤零零一个人 那就让她自生自灭 涂老师再三地叮嘱小倩 等到什么时候她学会做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了 再同意和她结婚 可既然阿斌一开始根本没有想过和小倩在一起 也没有做好要孩子的准备 那为什么还要同意小倩把孩子生下来呢 其实你打心里就没想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就没有勇气跟她说 其实我压根就不想跟你过 为什么你不敢 当时因为我自己也是三十多岁的人 我家里面她也跟我说 要我找个结婚的 拓于家庭的催促 而且两人的年纪确实也不小了 小倩也想尽快地把自己嫁出去 在她看来阿斌虽然对她不怎么样 但却是最佳的人选 所以她也就赖上了阿斌 希望能用孩子混上一个名分 而阿斌已经看透了小倩的心思 便一直拖着她 再加上因为两人一直吵架 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沟通过 所以事情就演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听过土磊和嘉斌的一番话后 小倩才认识到自己有多么草率 竟然没有充分了解对方 就付出了自己的所有 而且对方根本没有把自己当回事 事到如今也只能怪自己太傻了 听到这么多我真的 可能我想我还是真的 我真的错了 我们太冲动了 最受伤的是我孩子 我只想以后跟孩子在一起 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 是以前我确实做错了 好多事情也做错了 我是想让小孩以后就长大了 在经济上我能够多给的我就多给 阿斌来的时候确实还抱有复合的想法 但是导师和观众都不怎么看好两人 她也意识到自己确实做错了很多 可能她现在还不配求小倩跟她在一起 如果小倩想带着孩子离开 她每个月都会按时给孩子抚养费 但是一旁的小倩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这时主持人又给她看了一段视频 里面传出了阿斌妈妈的声音 她和我儿子认开始 正式和我儿子吵架 后来我想去照顾她 她也和我吵架 当时我的儿子 她当时也没有走好动父亲的军兵 她也有错 你也太忍心了 学走就走 孩子都不哭了 就飞娘家去了 现在都是我在家带孩子 我希望你早醒回来 孩子必定还是要妈妈的 听了这一番话 小倩想走的心依旧没有改变 但是看了阿斌给自己写的忏悔信后 她选择给阿斌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和孩子一个家 但是她现在不会当场同意复合 必须等到阿斌真正做出改变的时候 她才会答应求婚 现在我们一起见证了浪子回头 希望不久的将来 他们也真的能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